今天这个茄子,市渠被楼上掉下来,突破了 这个顺举叉是管理处的,好想顺举叉顶上崩了一点,但底下是没事的 这个顺举叉要换就要管理处换,公家的东西就不要动它 这里就全部裂掉,全部裂掉,这顺举叉换了 这边的茄子就不要动它 碰到它就沒命了 會不會有廚房置呢? 廚房置有 看看損壞情況 下面沒有問題 上高近三分之一 就崩了少許 但是也崩不完 還有一吋位可以摺得回 這邊 這邊有裂痕 裂到這裏 就要多割6分 裂到裏面 有沒有崩有沒有裂 如果裂就要換上去 好彩 這條短仔用得回 再加多6分就可以了 這邊有兩個方法做 第一個方法就是 拿火燒出來 退出來 然後就對一條4吋喉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用這條4吋 內插梳子 這個尺寸就是 那條白喉的內徑 一吸進去 剛剛好適合 不用燒 因為這條燒 也有機會弄壞一條鹹水喉 弄壞一條空間的鹹水喉 不如你走 你現在就糟糕了 你今晚都不用走 會有粉絲問 為何不順便幫管理處理 三叉去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你搞些公家的東西 到時有甚麼要問債 你就真是麻煩 先灑一灑它 雖然還是沒甚麼效果 要是否還要 要又怎麼樣 及到肉 再煞動 先煞動 再煞動 將它全力 幾乎 可放 渦浪 好, 来到这个 巧妙的时刻,两头顶四边都退出白喉 红筒有不锈钢夹尖的 原意是拿来夹着红筒,不让红筒移动 夹着红筒就好像有变形,还是拼不过,不要挨 反正这里都是两头顶四,没得移动 中间那一截不是拿尽的,是流缩的 为什么要流缩呢? 留在位置就让它落中间这个圈 如果你密浓,中间的圈就制不下 这样才是吸正的,摸,摸到中间的圈 没有凸出来就可以了,肯定至终 红筒箍有两粒和尸,有一粒和尸 我感觉两粒和尸就好像比较阔 比较阔的,用比较阔的红筒 有大母约,比较阔的 如果比较阔的厂家设计,再阔多一吋就更佳 可能成本问题 两吋能够做不到的东西就不会做三吋 像不像那些,断骨,打两口针钉 有多似的 好,完成了,试一下马桶冲水 冲水吧,快快,狂吐它 完成品就是这样,两个钢夹 上面这个顶的垃圾也没办法 因为管理署责任 没有漏水就OK了 没有漏水就没了,OK 好,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咦,不是的,这条片是七分五十一秒 还差了一点,有八分钟 但现在Youtube有新规定 不够八分钟的片,中间是不能播放广告的 那就浪费多一分多钟,和你吹一下 很多黑粉就会问,阿伯,你这片收视又不高 为什么还不收档呢? 那就没办法了 观世音都有文地菩萨 虽然阿伯的片没有太多人看 始终会有些忠实的粉丝支持我 现在我的Youtube赞助会员还有八个 Patreon赞助会员还有七个 加上还有十五个钟粉 每个月付钱是看我拍片的 在这里再次说一声多谢 多谢忠实的会员 支持一下忠实的会员 又不觉又多一分钟了 真的要说拜拜了 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